美日韓自由之任联合軍演 在七九島附近海域高調登場 瞄準的是誰不言可遇 不过北韓这边也没有闲着 北韓官媒朝中社大评付报导 金正恩视察消息 而且是恫吓一位强烈的自爆攻击型无人机 这也代表着连续几个月飘进首尔 就连以西岳接待外宾都被空降船单干扰的 汇污气球 下次现身威力恐怕不止如此 尽管南韩军方对北韩无人机性能 还无法掌握 是否如北韩宣称 从汽车到战车都能秒变废铁 还需要更多数据分析 但加速生产的目的 很可能是为了投入俄乌战场 加上金正恩近期一系列挑衅行径 恐怕得靠这一位出马 才能化解紧张局势 在全球局势日益混乱的时刻 北韩渐缝插针 企图在朝鲜半岛制造区域冲突 能不能在川普重回白宫后 靠着老交情摆平 引起全球重视 三零新闻 综合报导